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之一 不仅如此 现在钢铁业在大国博弈竞争当中 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今年我国两次调整钢铁关税 自8月1日起 所有成品钢材的出口退税 全部取消 意思很明白 我们不鼓励出口钢铁了 听到这个消息 谁最着急 我想美国可能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知道 8月份拜登提出的 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通过 这个钱会用来翻新美国的道路 桥梁和高速公路 基建需要什么 钢材啊 美国现在正在经历最严重的钢铁荒 今年美国热卷期货的价格 一度突破了每吨1万块钱人民币 创历史新高 比我们国内的钢铁价格贵了近一倍 出口利润空间这么大 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干呢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 都是进口铁矿石 出口低价钢铁 自己默默地承担 消化了铁矿石价格 风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但现在啊 我们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美国超发货币 引发的通胀苦果 只能自己吞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是吴季 我们下期再见